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酒店 一家饭馆 咨询公司 咨询就是问的意思 A咨询B A问B 咨询公司是帮助别的公司 帮其他公司想办法出主意的公司 所以它的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公司 总觉得自己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 总 总是 常常 差不多 得到就是收到 有的意思 重视 注意 关心的意思 得到重视 被关心 被注意 觉得很重要的意思 领导就是上司 BOSE 的意思 没得到领导的重视 领导不注意他 领导不看他的意思 所以 总觉得自己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 他觉得自己没有领导的关心 领导不看他 领导不喜欢他 经常想 如果有一天能见到老总 有机会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就好了 经常想 如果有一天能摸摸就好了 能就好了 连在一起用的 能就好了是希望的意思 表现就是给别人看 能力等于水平 才能 能做的事就叫能力 我们一般说能力强 就是能做很多事 而且做的很好 希望有一天能见到老板 让老板知道自己能力的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希望有一天能见到老板 让老板看到自己的能力 小张的同事小王也有同样的想法 小张这个主角哈 名字的同事小王 小王又是另外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同事是什么意思 同事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 我们说同事 平时我们还说同学 对吧 和自己一起学习的人 也有同样的想法 同样就是一样的意思 同样的想法就是想的一样 他更进一步去打听老总上下班的时间 他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 小王比小张更努力 更有主意的意思 之前我们学习的进步就是比以前更好 在这儿的意思 更进一步 小王比小张更努力的意思 去打听老总 老总的意思就是老板 领导 上司 Bose 的意思 算好他大概会在何时进电梯 算好 算好就是计算好 想好 知道的意思 何时就是什么时候 算好就是知道老板大概在什么时候进电梯 他也在这个时候去坐电梯 就是老板坐电梯的时候 他也去坐电梯 一起坐电梯的意思 希望能遇到老总 有机会可以打个招呼 希望能遇到老总 遇到 见到 看到的意思 遇到老总就是见到老板 看到老板 打招呼 打是动词 招呼是名词 打招呼就是C嗨 说你好 A和B打招呼 A跟B打招呼都可以 我跟你打招呼 我跟你说你好 有机会可以打个招呼 准备得充分 意思是说准备得很好很多的意思 准备得充分准备得很好很多 他先充分准备了对公司的发展建议书 然后详细了解老总的奋断过程 先 然后 连在一起用的 先 然后 第一 第二的意思 充分准备了 充分准备了 就是好好准备了对公司发展的建议书 发展是什么意思 发展就是进步更好的意思 有发展就是进步了更好了 没有发展就是没有进步 没有没有更好更坏更差的意思 建议书 建议书就是提出解决的办法 给好的方法 这种就叫建议书 详细了解老板老总的奋斗过程 详细了解 详细的意思 就是具体仔细很认真的意思 具体仔细很认真的意思 了解就是知道的意思 奋斗这个词中国的年轻人很喜欢用 奋斗的意思就是 为了成功努力的工作 这个就叫奋斗 奋斗过程就等于成功的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先充分准备了对公司发展的建议书 然后详细了解老总的奋斗过程 他先好好的准备了对公司更好的 对公司有帮助的这种解决公司问题的这种建议书 好的有帮助的好主意好办法给公司提出了 然后详细了解老总的奋斗过程 然后认真的具体仔细的去知道老总的成功的故事成功的路 弄清老总毕业的学校 兴趣爱好关心的问题 对打招呼的方式也进行了精心设计 好弄清我们来看一下弄清老板毕业的学校 弄清就是搞清楚的意思 搞清楚清清楚楚的知道 这叫弄清 老总老板毕业的学校 就是他知道老板是在哪毕业的 兴趣爱好老板喜欢什么 关心的问题就最近关心什么 对打招呼的方式也进行了精心设计 精心设计这个词语的意思 进行了精心设计 做好做了很好的计划 就叫精心设计 固定搭配可以用在写作方面 进行了精心设计 就是做了很好的计划 做了很好的准备 他对打招呼的方式 就是说你好的方式 他也想了很多的计划 做的非常的充分 做这个准备做的非常的充分 对打招呼的方式 是说你好还是早上好 还是晚上好 这些他都想好了 打招呼的方式 在算好的时间去乘坐电梯 算好的时间去乘坐电梯 跟老总打过几次招呼后 打招呼刚才说的是离合词哈 所以打过几次招呼 就你好 早上好 晚上好 说了很多次以后 终于有天跟老总长谈了一次 终于最后的意思 有一天跟老总跟老板领导 长谈了一次 长谈是什么意思 长谈就是聊了很久 聊了很长时间 提交了建议 不久就争取到了更好的职位 提交了建议 什么意思 提交了建议就是给了好方法 把自己的ID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板 就叫提交了建议 不久就争取到了更好的职位 不久就很短的时间内 很短的时间很快的意思 争取到 争取到就是得到 有了 职位 职位就是在公司的位置 你是科长 部长 还是一般的职员 职位越高 工资越高 待遇越好 职位越低 那工资越低 待遇越差的意思 这个就是职位 不久就争取到了更好的职位 就是很快 他就得到了一个 比现在更好的工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问题 一 关于小张 下面哪项正确 小张就是第一个人 哪项正确 正确就是对的意思 A 能力非常强 能力强的意思就是 能做很多事 而且做得很快 有效率 我们说能力强 B 与领导关系很好 嗯 就是与boss 与老板的关系很好 他们是好朋友 关系很好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这个对吗 能力很强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 就是领导不关心他 领导不看他 嗯 所以 这个B 关系很好 这个是错的 能力强不强 这个没有说 没有告诉我们 有想法 没行动 有想法就是什么 有自己的ID 有自己的办法 嗯 有自己的方法 没行动 没行动就是不做 嗯 我们一般中国人很喜欢说 只想 不做 嗯 只是用脑袋想一想 但是没 不会去做 这个就只想不做 有想法 没行动 好像就是这样的哈 D 得到了很好的工作 得到好工作的是 小李 小李争取到了好工作 不是小张 嗯 所以A B D都错了 正确答案就是 C 有想法 没行动 因为小张 什么都没有做 他只是想 如果有一天 能看到老板 能遇到老板 给老板看一下自己的能力 就好了 希望给老板看一下自己的能力 他什么都没做 好 第二 关于小李 下面哪项不正确 不正确 不正确 不正确就是什么 不对的意思 嗯 下面哪项不正确 不对的意思 A 准备的比小张充分 准备的充分 连在一起用的 连在一起用的 就是比小张 准备的好 小张就是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只是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 他只是想一想 第一个人是想 那小李啊 小李这个人呢 准备的很充分的 对吧 文章里面已经说了 第三个人准备的很充分 这是对的 B 跟领导是朋友 哎 这个没有说 大家都是普通职员 这儿没有提到跟老板 是朋友 这句话 没有说 C 最终受到老板的 最终受到了领导重视 最终 最终就是最后的意思 最后 受到了老板的重视 就是老板关心他 老板觉得他很重要 老板注意他 这个就叫受到老板的重视 这个也是对的 是吧 这里已经提到了 打过几次 终于有天跟老板 常谈了一次 提交了建议 然后不久就争取到了职位 这个意思就是 老板已经注意他了 已经关心他了 对老板十分了解 十分的意思就是很 非常的意思 非常了解老板 对的 他很了解老板 详细了解老板的成功路 奋斗过程 弄清这个老板毕业的学校 对吧 所以 这里不正确的是什么 老板的朋友 啊 没有说他是不是老板的朋友 所以这个是错的 好 三 作者认为成功者必须 嗯 作者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人 他认为他觉得成功者就是成功的人 必须 必须就是得 应该要做什么 嗯 A 头脑聪明 B 非常幸运 非常幸运就是运气好 不倒霉 运气很好的意思 C 有好工作 嗯 没有题 D 准备充分 能创造机会 正确答案是D 准备充分 就是准备的又好又多 能创造机会 创造就是做的意思 能创造机会 创造就是做的意思 哎 有很多机会 正确答案是D 第四题 上文主要谈了什么 上文就是上面的这个文章 主要 大概 主要 说了什么 A 准备和成功 哎 这个好像就是正确答案了 因为不停的说 说了很多次 准备的更加充分 然后最后争取到了更好的职位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正确答案就是A了 B 蠢人和聪明人 蠢人就是笨蛋的意思 笨蛋 聪明人 就是头脑很好的人 C 工作和电梯 不是 D 如何得到好工作 哎 A 这个D和A相比呢 A更符合文章的中心 好的 那今天的HSK五集的阅读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 辛苦了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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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